我先讲一下这个我的一个评论 因为刚刚大家好像就说认为就说这个经济预测呢 是一个好像在摸水晶球的这个样子 老实讲这个课呢 在这个所有的这种经济系呢 是一个正规的一个课程 不是宗教课 当然当然他有他的这个科学面的这个问题 所以老实讲就是说大家对这个做经济预测的人 我先讲一个这个比较开玩笑的话 就说应该给他一点这种支持和鼓励 这个英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计算机经济学家 他现在在美国呢 这个Cliff Granger呢 他是这个得了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不晓得是他还是另外一个叫David Hendry呢 他讲了这一句话呢 他就说这个当英国政府呢 就说当你这个气象预测做得不好的时候呢 这个英国政府呢 明年呢会给这个气象的这个气象局呢 买一个更高速的一个电脑 想办法来这个改善这个气象预测 如果这个经济预测做得不好的话呢 那明年的那个研究经费就不见了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大家主观上认为就是说 这个气象预测呢 好歹他还有一个人造卫星在那边可以看一看 这经济预测呢 说真的难度比这个气象预测更高了 那气象预测老实讲也常常吐吹的 对不对 那我们回来就是说给我们做这些经济预测的人呢 事实上是要有一点这种鼓励了 这个我要讲一下 这个经济预测呢有两种的 有一种是这个所谓正规的一种做法 有一种他这个预测的这种发布的时候呢 并不是就是说很正规的一个做法 我先讲一下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一般的话 我们如何就产生我们的这个预测 这第一点就是说这个标准的一个经济预测呢 在这方面呢 事实上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联利方程式体系 它是一个动态的 那既然它是一个联利方程式体系的时候呢 所以它当然就是说各家 如果说它有模型的话 它的这个方程式的各数 以及这个每个这个方程式的这种结构 等等都不会一样的 那当然就是说制作出来的这个预测就不一样 那我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说 没有一个预测机构呢 它在发布预测的时候呢 是机械性的呢 就完全采取这个模型的这个预测 作为它最后最终的这个预测的这种发布值 所以到事实上 接下来的一个做法就是 这个模型预测做出来之后呢 事实上是要经过这个专家的一个讨论 讨论之后呢 然后大家晓得这个模型有一些盲点 然后以及跟这些这个模型没有办法包刮进去的这个讯息呢 然后做了一些调整 调整之后呢 才把这个最终的这个预测子发布出来 所以我稍微做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归纳 就是说事实上这个最终的这个预测子是包括两个部分的一个组合 一个部分是真正的模型的这个预测 一个部分就是说专家的这个判断这个部分 那当然那这前面这个部分呢 我们事实上就是把它归类于这个所谓的比较科学性的这个部分 那专家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把它归类于这个艺术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所有的社会科学就是说 没有一个是完全是我们讲的是精密的一个科学 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科学兼艺术的一个工作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怎么样 就是说能够做得好的话呢 科学的部分也要做得好 艺术的部分也要做得好 所以那个那个能那个主事者呢就变得非常的这个重要 我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 我曾经问过 现在美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测公司 可能你的表上也有叫做这个环球透视机构 你上次有讲过这个科学兼艺术是可信度最高的 它是美国最 美国最大的这个民间的一个预测机构 它事实上是两个这个预测公司合并的 一个叫做DRI 一个叫做那个Warton 我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 曾经问过这个DRI的人 我说你们发布的这个预测呢 这个科学的这个部分 模型的这个部分占多少呢 他说大概是六七十左右了 所以三四十是一个艺术的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做预测的人呢 我们基本上的要求呢 就是想办法让这个科学的这个部分 因为它比较客观一点 人为的判断就尽量少一点 但是老实讲这个社会科学没有办法 这个完全把那个部分这个消灭掉 不过您谈到就是说 这个所有的经济预测都有一部分是很扎扎实实的 DATA科学的数据的部分 之后呢再由所谓的非常 所谓的专业的这一群人才去做为一条 不过我们来看看 那到底什么叫扎扎实实 科学的数字的部分 我们来举一下其实大家在算这个经济模型 大概不差这些东西 就是GDP呢就是C加I加G加X减掉M 其实这个东西大家就好像在上课一样 不过这真的是很有趣 GDP到底怎么算呢 C呢就是整个那个民间消费 然后呢加I呢就是固定资本的投资 再加上G就是government就是政府的支出 再加上整个这个国家的出口 再减掉进口的种子 就等于国内生产的种子GDP 但是呢每一项下面又有很多很多的参数 民间消费的部分有娱乐食品购物 那固定投资呢就是有机器设备 营建工程运输工程的投资 政府支出有采购的部分 有劳务报酬的部分 出口跟进口呢都有商品跟劳务的这两项 所以大部分全世界的整个经济预估的模型呢 大概不拖这个模型 差是差在哪里 科学的部分是差在这下面的细项 那我请教李老师 阿凯如果说模型大家都搞得差不多 怎么出来还是差那么多 刚刚梁院长已经讲到了 事实上就像用Global Insight 就是全球透视环球透视它的话 它传统的model它的模型是几百条方程式 OK就是成千成百条的这个 不管是等式也好估计式也好 把它构造成最后架构成C加I加G这些东西 但是呢问题在哪里 就是我刚刚讲的 经济是动态的 你假设的很多的行为本身 它是会改变的 所以那些参数本身稍微变一下的话 它的数字就会产生变化了 所以这就是它的困难性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 在我还记得80年代呢 也谈到这个问题啊 有人就用最简单的模型 我们叫做VAR模型 就是这个向量回归模型 很简单的小模型 货币学派跟这个传统的凯恩斯派呢 做起来的话 结果他说你看看差不了多少 换句话说我们经济学派真的在这方面是高度困难的 尤其你在估计的是一个点而已啊 你如果说告诉我是一个区间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的估计可能是0.2到负的7.9都有啊 这是一个区间的问题 结果你要把它拿出一个点出来的话 它的困难度就非常高了 所以经济学派永远预测不对 为什么 那么只是一个点 对不对 它明明可能是发生了很多可能性 0.2到负7.9的Rage也太大了 所以这个问题在这里 就是因为我刚刚讲过 现在这个状况你很多不确定的地方 特别是在现阶段政府的这个支出 政府的解救的措施 到底有没有效 规模够不够大 现在都还正在进行市之中 一直到4月中啊 4月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个G20 20个大国 他们要再讨论怎么来解救 在上个礼拜天的时候呢 礼拜六礼拜天 他们还讨论如何G7 如何去救 所以这个大家都还在这个运动之中 酝酿之中 所以你到底产生什么后果 是很难做很难决定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刚刚梁院长说 数字最后出来以后还要开个会 大家再重新把数字做调整 所以到底主机处 他对自己有多有信心 他们那个会议 很可能会把数字做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调整 所以主机处其实也是在后面 还会有一个微调的机制在 但是其实那时候你刚刚谈到说G20就是世界20大高峰会 他们在开会 那牵涉到一个 如果真的开会的结果 而且大家真的去实践之后 也许台湾的经济会往上拉一点 但是如果说接下来 等一下我们好好讨论 各国是采取所谓的贸易保护主义 然后货币战争的话 这个数字可能会掉得更惨更惨 可是我们一直要问一个 艳丽我要请教你 5%的时候 台湾经济成长率是到5点多的时候 很多人说我又没有加薪 那现在是负的 我们譬如说李昂是讲负11 我们看到李昂是 不管是李昂的负11 或者是惠玉的负2.1 对我有什么差别 我们到底怎么去看这个数字 对一般民众 不管是失业物价或者其他东西 对民生生活有什么差别吗 而且